俄罗斯进入七五弯栏后面对很致命的打击 有四个 第一个最致命的就是内部问题 内部问题很严重 第二个问题就是被西方制裁之下 经济每放月下 每放月下自然里面的人没什么做 他的精力放在社会上 第三个问题 俄军现在倾尽全力入川普湾南 入川普湾南现在看俄军来说 他的叫做苏34 战斗轰炸机都不用报 基本上每天都有苏34聚位的 那有些外国分析都说 就说俄罗斯 他已经不理任何损失的了 包括这个苏34 是这样进来一个叫做进攻 特别是说 这个最新鲜滚热的阿夫贵夫卡 或者阿夫迪夫卡都好 我想大家如果网友呢 在网络上也都见到 网纳47旅 网纳47旅 就用这个M2 那架装甲运兵车 那枝机炮 哇 你知道多厉害 那今天影片就见到 就是说 很多俄军的尸体 遍布在这个阿夫贵夫卡 那也都是看回最少的两条片呢 就是真的有一个互动的 就是这个俄罗斯进攻 就是又是坐着这些装甲车 进攻 那进攻呢 又被这个 阿兰的无人机 就攻击这些装甲车 那跟着就是说 那些俄军下车之后呢 那又被这个 这个47旅 就是那个 那个M2 那枝机炮 不断掃 哇 打到真的散了 那就连续两条片 都是这样看到这些情况 那就知道这个俄罗斯 为了这个阿夫贵夫卡 付出的代价呢 是非常之大 那我之前说的阿夫贵夫卡 那些宿途都已经 发现到大量俄罗斯的俄军的尸体 那那张宿途就被这个 youtuber刷了 那就是没得看 那这里来说都看不到那些宿途 因为真的很多尸体 很多俄军的尸体 一这一两天 那就说回现在这里了 那俄罗斯 就是第四个影响啦 就是这个北弱 这个坚定捍卫者2024 这个坚定捍卫者2024呢 也都有一个重头戏 叫做 北欧反应2024 也是这个坚定捍卫者2024的一部分 那在北欧三国就做一个演习 就是挪威啊 瑞典啊 芬蘭的 那演习的时间呢 就是这个3月4号 就是今天啦 直到15号的 那参与的国家呢 就有13个 那大概有2万多人的 来 根据有些这个 挪威啊 一些信息 网络信息呢 就披露了 这些欧反应2024呢 13个国家里面呢 就有这个 比利时啦 加拿大啦 丹麦 芬兰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荷兰 挪威西班牙 瑞典 英国 美国 那又说呢 预计呢 包括有 这个卫兰啊 潜艇啦 在来50多艘艦艇 和100多架战机 和直升机呢 参加 今次的演习 那你看回这里 芬兰 我讲的芬兰 这里 芬兰和俄罗斯呢 那里边界是非常之长的 那你看到就是说 现在这个北洋 2024军演 已经是重头戏 北欧反应2024 就说 那这里呢 其实是俄媒报道的 俄媒就说 现在崩约这个 军演 这个北欧反应2024呢 就逼近这个 俄罗斯境内 那你看看 崩约来说呢 它有防卫的 其实最好的防卫就是进攻 那俄罗斯呢 其实 基本上那些常规武器呢 你看看乌克兰的战场 就知道了 乌克兰基本上 用崩约制式的武器的 是隔食隔食住这个俄式的武器的 因为 湾南 也是 这个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嘛 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它太了解这些叫做苏式装备了 它们比较来说 你想想 俄罗斯 入侵湾南 那么久 湾南 都是很渴求 北弱制式的 这些弹克啊 军备啊 战机的 因为真的知道了 用起来呢 它就真的发觉 是 这个北弱制式的武器呢 是食弹 是好用很多的 方便 精准 准确很多的 那你讲回现在 芬兰 即瑞典那些 即北弱成员 那你如果 芬兰也要这样 进攻 这个俄罗斯 基本上 俄罗斯这边来说 真是没有力量的 因为 俄罗斯的力量呢 就放在 这个湾南里面 那些武装力量 那些军备啊 所以呢 这个 北欧2024呢 对俄罗斯来说 又是触动他的神经的 他极之担心的 那说完 即是说 契哥啦 现在的处境 那说回契弟先 那契弟 那大家我想 有看我刚刚上载的那条片 就是这个 这个辽宁浩 辽宁浩 入了厂 大收了一年 一年啦 那跟着呢 做这个叫做 海上的测试 那在黄海那里 那这里呢 就是这个 辽宁浩 那有日期的 那就是2024年3月3号 那其实呢 这些这样的 卫星图片呢 是追踪着 这个中共 现在呢 这三手航母 这个辽宁浩 山东浩 和福建浩 的最新的动向的 那看回这里呢 因为是日期的 那这里呢 就是这个 2024年2月26号 那这手呢 就是山东浩 那这个山东浩呢 就是这个 三亚海军基地那里 那里 就拍了 在这里 那看回这里 我也是追踪了这一手 2024年3月3号 这一手呢 就是这个江南造船厂 那这一手就是说这个是福建浩 那这一手福建浩呢 那之前来说呢 那之前来说呢 他自己说呢 就说呢 会是今年 服役的 那现在来说呢 也都有消息来说呢 就说会推迟的了 2024年 都未必复役到的了 就说会2025年 推迟一年 那你这样推迟法呢 那你这样推迟法呢 那你照看这个中共呢 去造船厂 经常都说搞紫船 快 做什么都快的 落水都快的 伏役都快的 为什么这一手东西 这一手叫做 就是说 福建浩啦 有电池弹射 那要推迟伏役呢 那还在这里呢 你看到最主要了 现在 就是说 网络城在追踪这三手航母的 因为中共呢 海军来说呢 对周边国家 一路数下去啦 就是说 南韩日本啊 台湾啊 特别是南海那里了 就是对现在 你说菲律宾啊 越南啊 那些啊 就是那些 和中共有南海争议的 国家呢 都是很 看着现在中共这些 搞紫海军的 因为你想想 在南海里面 争的那些赌招 肯定都是用海军的 所以 现在呢 看回了 现在很多网上的图片 追踪着 中共三手航母的最新动向 就知道 这些 其实这些图片呢 是经常都在网络上出现的 就是说 现在网络世界来说 就是说 看着 就是维生啦 是看着这个 这两兄弟啊 就是中共啊 和俄罗斯 个人意见独立思考 讲完